南无阿弥陀佛 好,请合掌 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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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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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长 请打开119页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观 他说这个观有16观 那么上次讲到这个118页 我们再念一遍 118页最后一行 初略观 毅力云 毅力就是摩合子观毅力 经西战兰大师说的 佛三观者亦为三种 就是说空甲中三观 那么他有三种 医者重行 惟愿万境观一心 万境虽书 妙观离等 就是说第一个是重行 在一切的万法当中 要观一切为心 然后所有的万境 虽然差别不同 但是妙观离等 观一心的道理是一样 如观因等及其意 比如说我们观五因 色受想行事 都是为心 二约法相 如约四第五行之文 入一念心以为圆观 法相就是依这个教法的名相 比如说四圣地 或者是五行 菩萨的五行 那么这个法相 入一心以为圆观 借着法相的经文 来进入这个一心 一念心 那么三托士 如王舍其色 名从事例 借事为观 遗岛之情 我们上次说 比如说五量寿经 讲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借事为观 遗岛之情 如方等普贤 其利可适 又如这个方等经 这个要持咒 普贤行法要读诵大圣经典 那么其利可适 这个例子可以了解 问金十六观 余三种中属何一 那么现在讲这个观金十六观 在前面三种的三观 是属于哪一种呢 答案 既不戳乎法相入心成观 信非复法 这个地方 戳就是取 就说我们这部经没有取这个法相的名字 并没有说观世帝 观这个菩萨五行 或是种种的十二因缘这些法相 那么所以不是信非复法 所以这不是依法相来观 又非借彼士义立境立观 焉非脱世明义 那么也不是借着这个世相的道理 来建立境界建立观法 所以焉非脱世明义 所以证明说这个也不是脱世的这种观 最后说如来直谈十六观行修正之门 正当从行业 这部经是释迦如来直接叫我们观十六种 十六种观行 然后修正之门 修这个观行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能够正无生人 所以正当从行 所以这部经应该是三种三观里面的从行 上次讲到这里 因为讲这个三种 它在区分这三种 下面说问 义立三种皆是礼观 金之十六立一正四何遇三种也 义立呢就是 京西大师说的这个 子观义立呢 它三种都是观礼 礼观就是观一切为心啊 观这个真如礼啊 金之十六立一正四何遇三种也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十六观就是依报 经历了这个依报 佛土啊 正报这个佛菩萨啊 或者是往生者呢 求病往生的人呢 何遇三种也 问的意思就是说 三观都是观礼 现在都是讲依报正报的事项 那么跟三种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种三观呢 这两种三观呢 那么一样都是有四有理 且智慧论 那么四明大师说 托事复法 这两种三观呢 空甲中三观 一样都是有四有理 且智慧论 我们暂且能给它放置下来 先不要说 不要讨论这两种三观呢 从行三观,以何异固不得利是? 那么从行官行上面修的三观 那么以什么道理来说不能经历事项呢? 不能从事项上面说呢? 既言从行必事总行 这个世民大士说 既然说从行去官,万法为心,一切为心 就前面说从行者,与万静官一心 既然说是从行,那么必然是四种行 四种行依照后面的意思就是常坐 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 就是所谓的四种三昧 就是修三昧有四种方法 一种是常坐,就是一直坐着 一种是常行,不能坐,要一直惊醒 一直惊醒 一种是半行半坐 一种是非行非坐 半行半坐就是一半走一半坐 像我们念佛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佛妻有时候坐,有时候行 那么非行非坐就是跟行坐都没关系 也不是行也不是坐 那么也不一定要行也不一定要坐 比如说礼佛、诵经 那跟行坐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么所以既然从行必四种行 如果讲到行一定有四种 那么下面说 常坐一种种植观礼 余山三昧岂不兼事 常坐三昧这一种 种植观礼 就是坐在那边 入关,直接关这个空甲钟 关这个真如礼 那么直接观礼 所以常坐这一种三昧 它是直接来观礼 余山三昧岂不兼事 其他的这个常行、半行半坐 或者是非行非坐 岂不兼事 难道没有兼 撒了其他的事项吗 意思就是说 说到行 只是说在万静 一切的境界里面观这个礼 并不是说没有兼待事项 下面就 举例说 如波舟三观历念佛事 波舟就是常行三昧 波舟三昧 他是要透过什么呢 透过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波舟三昧就是一直精醒 一直念佛 一直精醒一直念佛 他要有念佛的事项 所以波舟三观 那么三观就是空甲钟 后面会讲 波舟三昧 他也要经过念佛 精醒的事项 方等三观 方等一照 一般就是说半行半坐 方等的三昧 立持咒四 要持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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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我们念任元咒也是持咒 往生咒也是持咒 大悲咒也是持咒 那么这个 半行半坐 那么就像我们做大悲咒也是持咒 持咒 如果一大悲咒 一边持咒 一边精醒 如果依照燦法 可是我们现在 也没有精醒 就是坐着 一边清醒 一边持咒 那么这个立持咒四 四项上面的一种修行 法华三观立诵经事 修这个法华三昧 或者是普贤菩萨的行法 就是要读诵大圣经典 就是诵经 就是一直读诵大圣经典 就像智者大师 他诵法华经 那么比如说我们诵金刚经 地藏经 那么都是属于诵经的事 请观音三观立诵习习 有一部经叫做请观音经 那么想要见观世音菩萨 来修三观 那他就要经过要修习习 要习习 那么绝义三观立诵习习 绝习三观就是大般若经 这个绝义三观就是非行非做三昧 就是不管行不管做 绝义呢 我们顾名思义呢 就是观照自己的心念 时时刻刻不管吃饭穿衣睡觉 做事情工作 常观照 所以叫做绝义 就是常常观照 不管做什么事情 吃饭睡觉 工作 那么或者是走路 任何的事情都要观察 叫做绝义三昧 绝义三昧 或者是绝义三昧 绝义三昧 绝义就是绝你的意思 想做就做 想行就行 那么想拜佛就拜佛 想诵经就诵经 但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都要观察自己的心念 所以就是绝义 立三性事 三性事就是有善恶无忌 就是在做坏事的时候 也要观察自己的心念 正在起妄想起烦恼的时候 还要观察这个心念 所以叫做立三性事 那么绝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当起称心的时候 就是恶念 或起贪心的时候 那么也要观察这个念头 此等立四若非同行色属合约 所以世民大师意思说 修法有这么多种 修行有那么多种 都是佛说的 三观也是佛说的 空甲中三观就是 菩萨英若本业经说的 这是经典说的 不是智者大师说的 空甲中三观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英若经里面说的 从甲入空二地观 从空出甲平等观 中到第一地观 这个三观是佛经讲的 所以 此等立四若非重行色属合约 这个都是经历四项来修 不管是诵经念佛 或者是属习 词咒等等 这些如果不是重行 那色属合约 那么色属哪一种 就是说 波舟三昧出观 主下千辅伦相 四地逆圆至肉迹相 彼观向死即用三观 波舟三昧经修波舟三昧最初呢 观这个主下千辅伦相 这个是三十二相 佛的脚底下有千辅伦相 然后四地逆圆至肉迹相 就是说从脚底一直观 从脚底脚踝小腿大腿腰身体 一直到头眼睛耳朵 然后一直到头顶 叫做逆圆 就是从下开始往上观 观这个三十二相 彼观向死即用三观 彼是重行今哪赌非 既然波舟三昧观三十二相 都叫做重行 那么现在观这个极乐世界一报正报 今哪独非 怎么可以说它不是重行呢 旷易立云 唯与万境观一心 喜今一正不为一心 而且易立说 什么叫做重行 就是在一切万法境界当中 观一切唯心照 唯事无性 唯心无性 观唯心就是说 一切万法都是唯心 所以没有实性 没有实体性 三界唯心 万法唯事 那么就是在所有的境界都管一心 喜今一正不为一心 那么今天一报正报 也都是一心啊 所以后面经典说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四心做净土 四心是净土 心净国土净 心构这个世界就污染 那么现在怎么不是一心 也是一样一心呢 这个是讨讨论问题 这个是讨论问题 至者大师在解释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个经体的时候呢 有开示到原教的三观 另将此观 观十六境 正是万境虽疏 就是万境脸书 就是将这个观来观十六境 这是万境虽疏 就是一切观难融间 就前面说一观一切观 一切观一观 就是这个中道观 之前有讲 那么所以 另将此观 观十六境 就是一心善观 来观十六境 正是万境虽书妙观离的 又今三观 并诸立世三观 若非同行等者 哪云三观 亦为三种 那么现在 观极乐世界一报正报这十六观 还有前面那个 诵经 持咒 念佛 或者是属习等等这些 如果说他不是重行者 那云三观 亦为三种 那么怎么可以说三观只有三种呢 就是重行 然后约法相 然后托世 那么这是讨论这三种 简单说啦这个十六观就是 重行 观一切为新 所以一报正报都是为新 下面说问 问 金金但与相关是云 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今天这部经 问的人他还是不死心 他说我们这部经只有在相关 就是观这个佛相 这个人部的相 这个人部的相跟木部的相 我们送这个 《观五量寿佛经》的时候 一般的有人问说 佛相是指哪一个字呢 佛相 是木部那个相 还是现在这个人部的这个相 如果依照《观五量寿佛经》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讲到真身的这个八万四千相 或者是佛的三十二相 我们都用木部的相 木部的一个相 如果呢 所以佛的真身报身 那个相好 我们就用木部的相 那如果讲佛相呢 就是讲说 比如说用木雕的 指画的 那么就用人部这个相 所以也可以说 这硬化的形象呢 就是用人部的相 如果讲三十二相 佛的相好光明呢 就是用木部的相 那么这个相观呢 就是说 这里不是讲观三十二相 是观极乐世界呢 有一佛二菩萨 那么这帐六八尺的 那么这个佛相比较小 那么叫做相观 所以我们如果看说佛相 看我们呢 用在什么意思 如果讲到佛的相好光明呢 就要用木部的 如果我们说这个佛相 那么金、银、铜、所作的 或木雕的 只画的 玉石了 那么就用这个人部的这个相 所以金经呢 在这个相观的时候有说到 就是观这个 这个佛相的时候有说到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有做到这个为心的道理 所以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是说一切为心照 那么佛 那么佛也是为心 佛也就是我们心中的佛 那么由自心所造 所以这也是为心的道理 那么只有在这一关才有说到这个 诸文皆无 观理之语 120页 问的人就说 除了这一段以外 其他的经文都没有叫我们观这个道理 一切为心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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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五个观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观落日 试心做落日 试心是落日 我们观行数 就是试心是行数 试心是行数 我们观保持 试心做保持 试心是保持 乃至试心是观世音菩萨 试心做观世音菩萨 那么这个就用这个道理 来比照观这个十五种 试心行人用理观义 聚经现文 但是事观 那么问的人就是说 只有那一段试心做佛 试心是佛 才观道理 其他呢 并没有讲啊 都是讲四项啊 如果你说 其他五十五个都可以这样讲 比照办理 那么试心行人用理观义 那么这个是修行人本身 自己用这个道理来观照他 观照他这个其他十五种 聚经现文 但是事观 如果我们依照经文 就只有四项而已啊 这个人呢 他的坚持 坚持有说 试心做佛的 试心是佛的 才叫做观礼 没有说的都叫做观世 这个人坚持是这样 啊 纵使你说你要观这样 那是你修行人自己的想法而已啊 这个人 他的想法是这样 答呢 若自依经 修观入正 何须事依 解说经意 自立观法 大师深得佛子 故于守提 以妙三观 事能观观 以妙三生 事所观佛 我们先念到这里 他说答 第二阳说答 若自依经 修观入正 何须事依 解说经意 如果自己可以依照经典 来修观 然后自己可以进入正果 那么修观 记住道理 然后证这个果报 如果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何须事依 解说经意 事依就是 事依大事 大事就是菩萨 事依就是我们说 事种可以依止的 依靠的这个大事 依照天台说 这个第一 第一就是无品位 实性位 无品实性 无品实性 无品实性是第一 如果这个大事 这个法师 他是无品位的 这样的无品位或实性位 那么这个可以依止 第二个是实柱位 可以依止 第三 实行实回向菩萨可以依止 第四个 实地等觉菩萨可以做依止 所以叫做事依大事 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佛法 要修行 如果有这四种大事 就刊为作为医子 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凡夫 不是很可靠 所以叫做事依大事 那么这一句就是说 如果自己能够依照经典修观 自己能够契入修正的话 那么何必要依照这个大事 这些事依大事 来解说经义 来帮我们解释经典 来帮我们自立观法 自立观法就是说 他帮我们制定一个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个世民大事 如果我们靠自己看经 不一定能够看得懂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凡夫 想要自己依照经典 然后修观 然后契入正果 这样是很困难 因此我们要依靠这个事依大事 这些大师 帮我们解说经义 自立观法 那么这句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靠自己理解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大师深得佛子 故于首提以妙三观 事能观观 以妙三生 事所观佛 那么这个智者大师 他深得佛子 他了解佛的意志 佛所开示的真实意 故于首提以妙三观 事能观观 以妙三生 事所观佛 所以这个智者大师 在经手 这个经体的时候 就用妙三观 就用三观 来解释能观的这个观法 以妙三生 事所观佛 因为我们这部经叫做 观无量受佛经 能观就是观 所观就是无量受佛 那么要解释能观的时候 以三观 空甲中三观 次第三观 一心三观 来解释这个能观的观 以妙三生 以妙三生 来解释所观的佛 我们观这个无量受佛 无量受佛 有法生 报生 化生 那么佛有三生 那么我们要观 所观有三生佛 能观有三观 三观 一般我们 如果没有这个三观 我们一般就是观四象 比如说我们说 那个佛像在那边 然后我看得清楚以后 回去自己打坐 然后观想那个佛像 那么就算把佛像观出来 那个也只是四象 四象上面的观 因为还没有牵涉到 观这个理 如果要观理就是 即空即甲即中 就是空甲即中 就是说观那个佛像 见了佛 要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 我们这个 我们看一下前面 什么叫三观 就是 因为之前 因为之前 五十六月 五十六月 五十六月第二行 说中润云 下面 五十六月第二行 下面中润云 因缘所生法 即空即甲即中 那么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也就是说我们看五十七月最后一行 前面是略说 现在是降说 在五十七月最后一行 论云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这个就是三观的意思 空甲重 那么比如说我们自己看了一个我喜欢的佛像 我觉得很有缘 我很喜欢 然后自己去打坐 然后观想 观到有一天 这个打坐的时候能观见 或者是有的人做梦 梦见了 那么这个只是四象上面的显现 也可以说我们一个印象 我们能够把这个印象放在心里面 或者是在梦里面显现 能够看到这个佛像 但是还没有跟三观有什么关系 那么要跟三观有关系 就是我们在五十七月说 因缘所生法 我们要观 这个是因缘所生法 什么叫因缘所生法 就是我现在观到这个佛像 要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法 什么叫因缘所生法 因为我们学了佛 然后听说要观佛念佛 所以我看了这个佛像 我喜欢这个道场的佛像 我喜欢这一尊佛像 然后我就在心里面一直想 一直想 想到后来我打坐的时候看见 或者是梦里面看见 甚至它会跟我说话 那么这时候 这时候 这是事项上面 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道理上要观 它是因缘所生法 然后我说几是空 就是说它是无我的 它是不可的 是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要观它是空 不要以为我已经成佛了 我已经观到本尊了 我已经开悟了 要观了它因缘所生法 我说几是空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会有佛在我心中显现 那是因缘所生 因为我曾见这个佛像 或者是今生或过去生 或者是我听说 这个叫做佛 然后一直异想 常常想 所以才显现 现在显现了 要知道它当体即空 所以就说因缘所生法 我说几是空 当然这个是好的一个境界 那么不好的境界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梦会乱梦 梦东梦西的 或者说一梦到不好的境界 听人家讲鬼故事 晚上就梦到鬼了 那么呢 要想 如果你见鬼了 要想说 这也是因缘所生法 这个鬼实在是没有鬼 因为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妄想 因为我们听到一件事情 或者看到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说 世间人就是靠一个语言 有人跟你说 这个电线杆撞死过人 这边有鬼 然后我们下次看到那个电线杆 就会想到那个鬼 想到这边有死过人 然后就会害怕 对不对 不敢走这个像子 不要走这条路 因为我曾看过 这边有人撞死 那么这个也是因缘所生法 如果是讲这个不好的像 也是因缘所生法 那么当这个像升起的时候 我观的佛像升起的时候 要观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然后义名为假名 义名中道义 那么观它极空又极甲 又就是中道 那么极甲极中 我们后面再讲 先讲第一个极空 极空比较可以理解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见佛 就是你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叫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就是大师字谱上说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见佛 就是因为我一直意佛念佛 所以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然后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就是说原来 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我是心意佛 所以我是心见佛 所以它是因缘所生法 那么所以一切为心照 所以叫做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念净土 那么就献净土 那么这个是知道 它是极空 那么极甲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这样的因缘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境界显现 那么这个甲名我们等一下再说 所以这个是讲三观 我们翻回来 三观 120页 所以第三行 故于首题 以妙三观 是能观观 以妙三身 是所观佛 就是说我们观佛的法身 报身化身 然后呢 我们要观这个空观 假观 中观 就是今天如果真的让你见了佛 也要知道说 就像波舟三妹啊 见了佛的时候 她想说 阿弥陀佛没有从极乐世界来我这里 我也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来不去 但是因为我心意念 唯心所现 所以不来不去 佛也没来 我也没去 所以当下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但是呢 因为我虔诚的心 唯心所现 那么这个叫做唯心的道理 唯心 那么所以 这个叫做观 所以以妙三观为能观 刚才那一段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见佛 或者是见到任何的境界 好的境界 不好的境界 我看到 我想到 我梦到 那么 都要做三观 如果没有做观 就会认为它是实在的 实在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解梦 就要解惑嘛 对不对 就会问人家说 我梦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梦到有人在追我是什么意思 我梦到一个坟墓是什么意思 梦到人死掉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梦到佛是什么意思 就要解了 如果用三观来解 就是 即空即甲即中 下面说 而云观随十六 远佛变周 所以 智者大师说 观虽然有十六种 但是说 那观无量受佛 就包含了一切 那么 金一大师用三妙观 观十六境 其事行人 致用观义 现在我们用 依照智者大事 用三观来观十六境 其事行人 致用观义 这个是依照大事开示 也是佛的意思 观佛就是唯心 那么观一切十六境 通通是唯心 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不用每一句都讲 对不对 所以 其事行人 致用观义 因之四种三昧 无不于是观三地里 所以我们要知道 四种三昧 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 都无不在四项上面要观三地里 就是观三地 就是观三地 真属中三地 但波周等依定善、善士 决欲重任善、善士 事故偏得利士之名 那么实际上 四种三昧都要观四项 只是说 波周三昧 依定善、善士 波周三昧就是常行三昧 然后念佛 他是用定善、善士 定善 就是定的善法跟善的善法 什么叫定的善法 就是在禅定里面修的善法 那么善的善法就是善乱心的善法 那么 比如说我们色戒以上就有出善、二善、三善 如果要升到色戒的话 我们修善法 要升到色戒的话 还要修善定 如果我们修善法是善乱心的话 那就是在欲戒 所以有定跟善 波周三昧等依定善、善士 就是用定善或者善善 善乱心念佛 或者是一心不乱念佛 都可以 决意重任善恶等依 决意三昧 就没有了 就不管 做善事的时候也要观察 起恶念的时候也要观察 比如说我现在做善事的时候 我要无所住 神情心 我布施要无所住 持戒修善都要无所住 现在起恶念了 我生气了也要观察 我烦恼了也要观察 我嫉妒了也要观察 我嫉妒了也要观察 观察这样的心 这样子的念头 所以决意重任善恶等事 决意三昧没有一定要做 这些念头 我现在 决意三昧的时候 不能起这样念头 就要想 我现在 闲东闲西 其实是我自己的不对 不是说别人主的不好 所以决意就重任善恶等事 事故偏得利事之名 所以要做这个利事之名 决意三昧 我之前看过智者大师 他的决意三昧 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也就是《易华元经》所修的 那么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那么我就想说 我吃的饭 就是三宝 佛法身三宝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么清净的法身 滋养我的色身 然后希望一切的众生 同样得到这个法师 饮食充足 成就佛大 如果我们说 我们现在大小便的时候 就是去贪嗔痴 想说我现在大小便的时候 就是去除贪嗔痴 那么想要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去除贪嗔痴 如果我吸气的时候 就想说我吸入的 都是一切的光明、善、法、功德 我吐气的时候 我吐出去的 都是一切的污秽、灾难、苦恶、烦恶 那么这个叫做绝意三昧 时时刻刻 如果以这个净行品 就是发菩提心 当愿众生 我们若饭时时 当愿众生 产月为时 发其充满 我们洗净身体的时候 当愿众生 去除这些烦恼、污垢 的清净法身 对不对 我们漱口的时候 当愿众生 有清净的舌根 能够说妙法 赞叹佛法 慈悲柔软 那么 就是 时时刻都起这种 好念头 叫做绝意三昧 之前看过 智者大师说的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 不管吃饭、穿衣、睡觉 我自己睡觉的时候 当愿众生 能够有安稳居住的地方 能够安乐 没有烦恼、痛苦 对不对 那么 当我生病的时候 希望一切众生 无病、无脑 如果比较伟大一点 就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一切的病 都有我来代受 那么这些众生 都不要得到跟我一样的病 世间人他就说 哪是我 哪不是他 世间人电视不是都这样演 说 医生说你得癌症 为什么是我 那么如果是菩萨说 通通是我就好了 别人都不要有 所以好 全世界的人只有我得癌症 希望一切人都不要得到 都没有 那么这个叫做绝意三昧 所以绝意三昧 就是绝意三昧 就是绝意三昧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看这个智者大师 他教我们修的绝意三昧 就是这样 就是长起好念头 善念头 那么 指使想要成就佛道 度化有情 那么下面说 偏得利世之名 所以这都是精力四项 若常作等 直于三道之事 而观三地 不坚修善 其中二事 故受黎明 如果是常作三昧 就是什么呢 常作三昧 直于三道 三道就是货业苦 货业苦 常作三昧也不拜佛 也不诵经 也不做善事 对不对 他也不用去布施 他什么都不做 他直于三道 就是货业苦三道 而观三地 观这个真地 属地 中地 货就是烦恼 业就是 这个造业 苦就是果报 那么直接就在这边观了 什么都不做 而观三地 不坚修善 其中二事 所以他也不用去修善 打坐的人 他不用拜佛念佛 他也不用送金施咒 他直接就打坐 就关而已 那么 急中二事 他也没有做坏事 他也不会说 这个在坏事里面去观想 都没有 故受黎明 所以这个 常作三昧可以说 比较偏离 其他三走三昧都有四项 经经观法 其可亦于四三昧也 所以 今天这部经的十六观 那么怎么可以跟四种三昧有差异呢 故知十六正是重行立四观离也 所以知道十六种境界 都是从修行上面 透过四项来观照离体 因知十六借用三观为想象之法 所以要知道十六观 通通要空甲中三观 简单说 什么叫中观 就是说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一切为心照 就是中观 然后呢 十六种观 观唐树也是为心照 观这个莲花也是为心照 观阿弥陀佛也是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那么九品往生也是一样 四心做众生 四心是送生 那么四心做九品 四心是九品 看你要做哪一品 那都是为心照 所以 都要用三观作为想象之法 作为观想这个极乐世界一报正报 也就是说这个 唯心净土 本性弥陀 我们一般人说 我们要唯心净土 你怎么心外求佛 我们要本性弥陀 你不要心外求佛 念阿弥陀佛 那么依照这个 智者大师意思就是 极乐世界就是本性净土 阿弥陀佛就是自心的弥陀 哪有心外的佛 我们要去观 极乐世界就是 心净果土 就是本性的净土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的弥陀 哪有心外的佛 也没有心外的土 所以骂的人 比较没有尝试 但是被骂的人也要有知识 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被人家骂错 那么比如说 人家骂我们白痴 我们还接受 是喔 我真白痴 其实他就骂错了 对不对 所以骂的人说 你心外求佛 不知道唯心净土 那么骂的人骂错了 因为一切 三切唯心万法为世 没有心外之土 一切唯心照 那极乐世界就是唯心的净土 难道说这边叫做唯心的净土 那阿弥陀佛是另外一个土 这样不是变成他的唯心没有圆满 对不对 你的唯心净土是什么都是 就阿弥陀佛不是 就像我们说 什么是佛法 石头瓦力 什么是佛法 灯笼入住 那么 庭权薄树子 那么这个意思是说 那么有的人就会认为说 那就石头瓦力是佛法 这个就不是佛法 应该是这样说 这个是佛法之外 连石头瓦力都是佛法 石头瓦力 灯笼入住 亭权薄树子 都是佛法 这个不是佛法 所以有的人就是很奇怪 就说 这个是木雕 这个是泥树的 这个是子化 都是假佛 不是真佛 然后说什么是佛法 薄树子 桃花 那么石头瓦力 这样不就是颠倒吗 祖师这个意思就是说 石头瓦力都是佛法 这个不是佛法 金刚经不是说 一切法都是佛法吗 这个不是佛 石头瓦力是佛 然后呢 这个薄树子是佛 桃花是佛 这个是解释 误会祖师的意思 祖师的意思说 这个是佛 桃花也是佛 石头瓦力也是佛 一切法都是佛法 但是误会的人说 我们石头瓦力才是佛法 我们禅宗才是佛法 念佛不是佛法 念佛叫做心外求佛 不知道自信弥陀 那么呢 不知道本性的净土 那么所以这种话呢 也在以前延迟大师 偶遗大师 他们都说了 这个就是真佛 我们念的极乐世界 就是为心的净土 我们念的阿弥陀 就是本性的弥陀 所以这里说 英知十六借用三观 为想象之法 想象就是说 我杭树就是我的本性 那么八公得水也是我的本性 那么这个莲花也是我的本性 阿弥陀佛也是我的本性 因为世心做莲花 世心是莲花 世心做净土 世心是净土 所以通通要修这个三观 他的意思这样 所以我刚刚说 骂的人没有知识 我们不能没有尝试 对不对 所以如果人家骂你心外求佛 骂你这个不懂唯心净土 那么我们不要被人家当生的 就好像人家说骂你是白痴 那你就说 我真白痴 我不知道什么叫本性佛 我不知道是唯心净土 那么我们念佛要知道 这个一切都是唯心诈 所以极乐世界就是唯心的净土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的弥陀 那么我们相信 虽然我们还没有误 但是我们相信 我没有心外求法 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就是求见自信弥陀 求生唯心净土 不用再换题目了 所以祖师大德说 老实念佛莫换题目 如果我们被人家骂白痴 糟糕 这样没有用 那我就换题目了 不念佛了 不要去极乐世界了 我就想别的办法吧 那么这个就是不了解 所以这里说 借用三观为想象之法 下面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7月15分钟 1 Bi nine 3 5 ��도 necessarily